Hello 今天就到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陆成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播 冰基因 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外国友人非常帅气的毕师鲁 小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做这个直播节目 小毕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毕师鲁 来就为你国母乡在温州医科大学地区 现在呢我和小毕是在我们的浙江高贸学院 我们的欧秀研究室的大门口 今天我们打算一起去拜访我们的鱼琼老师 那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刘老师你好 我是安妮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温州市路程区非欧子文化遗产 欧秀代表性传承的鱼琼 大家好 刘老师好 那我们的欧秀呢 是在我们温州也是有非常多年的一个历史 欧秀的话它是我们温州的地方传承手工艺 根据出头文物考证的话 它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它2008年的时候被评为国家级非欧子文化遗产 是我们浙江省的三调鱼秀之一 也是我们温州的四欧之一 与我们苏秀啊 苏秀啊 四代 名秀齐名 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出土名秀之一 那小毕你今天是第一次过来参观是吗 所以我今天比较开心 因为虽然在温州这么长时间今天能说到了关于这个欧秀的历史和文化 那正好今天我们黎余老师也在这儿可以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我们可以来这里看一下欧秀的作品 这边的话是我们学生的一些作品 前面上可以看到这些是我们选修课的一些学生作品 对 这幅的话相对比较写实 是去泰山海峰写生之后 选出它最漂亮的一面 用丝线去表现出来 这次的话花了两年的时间 静谈可以看到针线 对 可以看到零一一一边 像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欧秀当中很多的针法 所以这也是刺秀比较珍贵的一个地方 就是同样的作品 同样的人 你可以用不同的色彩针法去表现的话 它展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来秀这个团上 对对对 像我们现在体验的这个针法就是叫做接针法 接针 它就一针接着一针 每一针的话都要拉紧 拉紧 然后所有颜色的套现的话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绿色 你可以用红色去表现 都是可以的 你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吧 哈哈哈 这个是永远的一样 哈哈哈 那要是毕竟是绿了很多年的时候了 你这边效果很好呀 这一条已经完成了 哈哈哈 我先弄它好一点 对 哦可以的 因为这个太难了 我看你现在已经两只手 哈哈哈 很熟练的去操作了 那你有时候不觉得比较无聊吗 比较 其实不会 因为你脑子一直在动 一直在熟 我刚才这个时候脑子很累的 很累的 哈哈哈 一个是因为你现在只是单用颜色 如果我刚才说 小斌你自己来把颜色搭配一下 你就会再想了 我哪里哪里是用什么颜色 哪里哪里用什么针法 这样子的话时间过得比较快 而且今天体验 因为我们在秀子上嘛 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最简单的 而且你做起来是有很多很慢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想这些太累了呀 我不想做 其实会有 其实会有 尤其是我们我想表现一个东西很难去表现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感觉到疲惫 对 但是过了那一会就好了 嗯 那小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 跟我们一起体验了这个欧秀的一个制作者 您记得你现在的感受是这样的 对我们的一个我们传统的飞语文化有没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对的因为虽然我在文章五年的时间 我对文章的文化了解了很多 但是我发现我被这个东西就忽略了 虽然就是在身边有这么好的一个 因为这个我觉得虽然我见过文章的文章 就是这个文化中间一个很特别的 比较感觉很厉害的比较优秀的那种 嗯 所以今天来到这边了 然后不然说到了这些感觉很幸福 嗯 然后感觉可以以后可以自己跟别人谈一下这个事情 就去文章还有这样的事情 对可以带上你的朋友一起来 我觉得就是叫那些小孩子什么 对自己的提高很帮助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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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